明年 有空吗 怎么了 我想回你的族 为什么 我在那边的处境 你都知道了 况且你刚刚升了高火 正好需要忍受 重新招任的话 你用这不顺手 我可以帮到你 可是我以后还是会接法源案 这对你在所里的近身 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我已经想明白了 你说得对 法源案也有它的价值 我做救援的时候 会耽误商业案的进度 所以你才更需要我 我再说 高俊驰同意放你走了 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 我就去跟他谈 收拾 收拾 准备接受工作吧 好 爸 你不是要带我去学校见壮壮吗 你怎么把我带医院来了 你不是不舒服吗 咱们先抓点药 免得壮壮担心 也对啊 那你去吧 你在这儿等着我 千万别乱跑啊 去吧 去吧 你去吧 他爸 川儿 他爸 你快来 咋啦 咱撞 咱撞在这儿 不是不让你乱跑吗 你看 咱撞 你不是说他在学校吗 他才在这儿当医生了 撞 兰芝 走 咱们走 咱们不在这儿看啊 我不走 我儿子在这儿 走 咱们去别的医院了 我不去别的医院 我要见我儿子 我儿子在这儿 我不去别的医院 他不是撞撞 别弄坏了 他不是撞撞 走啊 我都见我儿子 咱们 咱们 走了 有什么可以帮你们吗 姑娘 你们俩是壮壮同事吧 你们带我去见他 谁是壮壮阿姨啊 蔡主任 我是他妈 我是他妈 你们不会是认错了吧 我们蔡主任父母 早就过世了呀 姑娘 没事没事 对不起了啊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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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走 我不走 大叔 你们是来看病毒吧 带你们去门诊吧 不用了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走了 我儿子 兰芝 我儿子 我儿子 壮壮在学校 壮壮在学校了 这是所有的病房和科室 我都检查过了 对啊 陈医生 不好意思 我又找个忙了 没事 这次叫你们来呢 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国际医学联盟 在我们凤西呢 有一个 医学实验室的资助下午 下周呢 科本教授会代表联盟 来中国挑选一名助手 全程参加这个项目 那太好了 科本教授 是那个国际肿瘤专家对吧 对 没错 这个项目呢 得到国际上的大力支持 不管是对你们的事业和学术 都有很大的帮助 这次选拔呢 包括手术和打电 你们呢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 院长 这次这个项目要持续多久 三年 机会难得 最终 不管是你们谁去 都是给我们医院争光 好好把握 好 一定 一定 小爷 刚刚看你不是太感兴趣 不会是因为罗律师吧 怎么会呢 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工作上的事 他也肯定会支出 看来你的目标 依旧不会因为任何人而改变 不过这样也好 如果你不参与 我一个人竞争也没什么意义了 别忘了 当年我的毕业论文 写的就跟科本有关 我当然记得 那时候 我还帮你查过违线资料呢 倒是你 刚当上副主任 真的舍得放弃这儿的一切 去缝隙吗 你别忘了 我虽然没写论文 但是 我了解的也不比你少啊 这个项目必然包含着 癌症默契治疗的前端技术 全世界能接触的人没几个 我肯定要争取 顺目以待 好 三年 你疯了 怎么嘛 异地恋 是这个世上最不稳定的恋爱关系了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大家想见面随时都可以见 你太天真了 热恋期 跨区都算一地恋 你俩这么忙 那还有时间跑来跑去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又没有分离焦虑 那完蛋了 聚少离多的结果就是 对关系缺乏安全感 开始不断地争吵 最后 被人趁虚而入 你可不能给别人这种机会啊 尤其是那个艾瑞尔 就算我不去 天天在这儿 也不能天天守在他身边 如果别人真的能够趁虚而入 那只能说明我女本来都不合适 你真的是 那 你告诉罗本了吗 八字还没一撇的事呢 八字要是都写完了 那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 你还是越早告诉他越好 hip hop 就这 患愣了 鸿子 各位请吧 怎么这么忐忑呢 莫本 今天 工作 不用回复一下吗 艾瑞尔向我汇报工作的进度 没事 他不是高律师手下的吗 跟你汇报什么 他回我这儿来了 你同意了 同意了 他本来就是在我这儿的 和我配合也比较默契 回来也好 你刚刚想说什么 士门 那我开动了 看 好